金曲歌后詹雅雯 近几年传出她的身体状况欠佳 饱受病痛折磨 出道二十多年的她 有段艰辛成长过程 我们一天到晚都在搬家 只要哪里便宜 我们就搬到哪里 我最有印象是住在一个鸡寮 那个鸡寮是属于本来都养鸡 然后它后来打成通坡 可是那个通坡要干什么 又要吃饭 又要写功课 又要做加工 所有的东西都要在床上 出身彰化园林的詹雅雯 爸妈都在藤鞭工厂做事 家境非常困苦 那时候都没肉吃 只能在田梗里面抓青蛙来吃 那是我唯独的肉 她六七岁就学会煮饭 帮忙照顾弟妹 但也因为时常忙到 没时间写功课 被老师处罚 哪下功课哪老婆 然后妈妈就开始心烦了 叫你咳咳不咳 叫你咋咋咋 就开始叨叨地念你的时候 我就回了妈妈一句话 那也是你们 只要你们没讀書 你们没读书才没办法教我 我那时候很愧疚我跟妈妈讲这样的话 妈妈马上泪流满面 我要不是家境不好 我要不是生于苦 很苦的家庭 妈妈哪有可能 这个阴影一直留在我心里 让我觉得我到底能怎么做 让爸妈是有一天觉得光荣的 阿比妹妹说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 晚上七点半 台湾大搜索频道 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